笑起來甜甜的吳子小姐 兩年前因為結婚 從日本來到台灣定居 亞洲的台灣 日本 韓國 都是屬於高齡化國家 吳子小姐說 在日本看到越來越多長輩在工作 吳子小姐說 有些老人家退休後繼續工作 因為子女不見得可以幫父母分擔 而年紀大後依然還有很多開箱 他們需要一筆錢來住養老院 而且如果他們有簽名或者要開刀 還是要需要特別的醫療 還需要一筆錢 日本不少長輩住養老院或長照機構 上一代下一代都過得不容易 其實現在日韓高齡貧窮的比例不低 根據OECD的數據顯示 韓國老年貧窮率排名世界第二 僅次於波羅的海三小國的愛沙尼亞 將近四成韓國老人 生活在OECD設定的貧窮線以下 而鄰近的日本貧窮率也有兩成 高於OECD平均的百分之十四 經濟學人分析日韓因為少子高齡化 加上勞動市場的變化和僵化的退休金制度 讓老年貧窮的現象越來越嚴重 平均寿命延長 生活所需的花費也大幅增加 年紀大醫療費用更是可觀 而經濟學人指出 女性的收入比較低 導致她們老年時更容易陷入貧困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 2022年老年退休金調查 百分之六十二的男性 每個月可領取十五萬日元 大約新台幣三萬元以上的退休金 百分之六十一的女性 每月領取的退休金 卻不到十萬日元 大約新台幣兩萬元 另外韓國統計廳 對五十五歲到七十九歲 民眾做調查 發現平均退休意願年齡是七十三歲 會想延後退休的原因多為經濟因素 是為了彌補養老金收入不足的困境 過去我們一直很羨慕日本的 跟韓國的老人的 勞動財源率非常高 我們都覺得是很好 可是事實上它背後的原因 就是因為窮 所以窮的情況底下 我就必須出來工作 可是日本跟韓國 上也跟台灣一樣 對於這種所謂中高齡 或高齡者的就業 是非常不友善的 尤其像韓國的話 韓國大概一般我們所觀察到的 一般的人的話 大概五十幾歲 就會被原來的公司所逼走 逼退 逼退的情況底下 因為他還沒辦法去領年金 的情況底下 他必須去找工作 台灣在七月立法院三讀通過 勞動基準法 第五十四條修正草案 明定牢固雙方得協商 延後強制退休年齡 也就是打開六十五歲 強制退休的天花板 一方面是保障高齡就業的權益 某種程度也是為高齡貧窮的社會 做準備 消除職場歧視 增加就業機會 才能讓還需要為生活打拚的長輩 有個希望 又老又窮的比例增加 是台日韓都需要面對的 TVBS新聞 陳寅仁王一潔特報導